我们是家园 环保观念往下扎根 东莞慈祭志工酝酿了半年 终于在虎门沙田成立了新的社区环保点 住户们利用下班后的时间 亲子参与回收 希望我的小孩能学到一些 这些环保之类的东西 让他不要随便乱扔垃圾 还有的话就是少用一些那些 塑料瓶 塑料袋之类的东西 来这里学习到的话 他知道的话 那个瓶瓶罐罐会收拾起来 然后那个纸瓶那些会说 妈妈要留起来 要可以就是可以收集起来 然后可以做工艺这样子 大小朋友从分类的石座中 灌输环保知识 远比课堂上的学习更为深刻 如果我们人类在这样子 疯狂浪费下去的话 北极的冰就会说全部融化 导致全个 整个地球成一面 成一面海 没有人能在大陆上生存 另外在唐下的平山社区 住户和企业员工 则一同投入环保宣导 大伙手持标语 邀约民众参与分类 更实际身体力行 我感觉到环保对于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要不丢烂人垃圾 给一些垃圾做好垃圾分类 让平山更美好 环保这个方向是一个公益事业 值得全民来大力推导 对单位来多多出来 给我们宣打 带领我们这些市民 来一同认识这个环保的重要性 爱护地球从自己做起 减少欲望 在生活中力行节能减碳 就能对地球产生善的影响力 达新闻 珍善美志工 广东综合报导